师父在开始有说到在念礼佛前 忏悔的时候不要把事情说得太详细了 这样会加深业障 在白发和发分享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不经意地提到自己曾经做错过的事情 并且忏悔 主要的是想提醒师兄们不要放同样的错误 请问这样也会加深这件的错事产生的业障吗 请师父慈悲开始 不想是不可能的 你们过去做错的事情说我忏悔的时候 不想那是不可能的 很多细节都会想起来 想起来还会哭 那很正常 就是想完之后念完之后要忘记 听得懂了吗 你不能说哭了又难过了 我曾经对不起谁 对不对呀 你看看很多那个歌星他为什么唱那些歌啊 他就是唱了那些歌 这个邓丽君有一首歌 Goodbye my love那首歌 他就是唱给他失恋的那个人听的呀 他唱一次掉一次眼泪 他唱一次掉一次 问题他唱的这歌 他不能成为一个礼佛大忏悔文那种作用的呀 听得懂不了啊 听得懂不了啊 彼师听得懂不了彼师啊 明白吗 他就是礼佛大忏悔文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忏悔我这些业障 忏悔完之后念完了 我也忘记了 结束了 不能再老去想他 并不是说我要不想他 不想他那是不可能的 你说能不想他吗 叫我如何不想他 感谢不知被开心